最少在台海和南海局势并没有完全缓和的迹象 美国的罗斯沃航母依然是进入到了南海 而且解放军的战机跟美国的军机据说还曾经照过面 再加上台湾方面也非常紧张 因为最近解放军的战机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战备巡航 态势非常的明显 甚至前一段时间出动了多架的轰6K 美国方面就渲染说 说这是大陆攻台前的彩牌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让很多人说 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是采取大规模抢谈登陆的方式 还是采取突袭的方式 很多军迷朋友也在探讨 那么就在这两天我们看到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的一个教授 叫伯纳德克尔 他发表了一番讲话 他认为解放军攻台可能采取突袭的方式 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而且他这个话题说的是非常的惊悚 他说什么呢 他说解放军攻台会采取什么方式 首先要以演习的名义 进行大幅度的兵力的动员 先把这个兵员集中起来 然后呢 借助悬挂第三国的这样一个货柜船 就大的这个货柜船 装这个集装箱的大船 因为这个船体量非常大 而且空间也非常大 坦克呀 装甲车呀 重装备呀 都能装上 然后抵近台湾的港口 假装是卸货的时候 然后解放军的坦克呀 装甲车呀 重装备 还有武装人员 一下子就占领这个港口 最终为后援部队呢 实时登陆 做前级的准备 或者呢 甚至他惊悚的提出说 解放军可能会坐在民航机里面 把这个民航机改装之后啊 以民航机的方式来飞到台湾 一旦降落之后 马上呢 进行这个抢占机场 然后呢 建立战略基地 为后援呢 来做准备 或者呢 采取呀 做其他民用船只的方式 总之吧 说得非常惊悚 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对于美国来讲呢 他认为偷袭台湾是很可能的事情 因为呢 对台湾来讲呢 这样的一个偷袭 第一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那么对大陆来讲呢 有什么好处呢 那么这科尔呢 就认为呢 这样做呢 对解放军有好处啊 可以避免台湾的导弹 火炮 火箭炮 包括水雷等等的干扰 因为你是以民航机 和这个货船的方式过去啊 所以可以规避这样的一个打击 减少伤亡 然后呢 取得最大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首先说啊 就是这个美国国家战争学院的 伯纳德克尔 他说这番言论 我个人认为 没有别的意思 不是说单从战术层面 就这种说法 其实以前也有 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 要隔岸关火 来挑起两岸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正是民进党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 美国的专家又提出来 说解放军可能会突袭 你说这台湾民进党当局 能不神经紧绷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让台湾更加的警惕 高度戒备 更加的买美国的武器 做好应对解放军突袭的准备 这恐怕也是背后的潜台词 说白了吧 就是台海局势越紧张 两岸关系越对立 对美国就越有利 这是肯定的 所以现在民进党一边倒的倒向 美国 我们老说嘛 挟洋自重 伊美抗路 它其实对美国是有着很多的利益的 这种利益既有战术上的利益 也有战略上的意义 那么这就有意思了 美国的很多学者认为 偷袭这样的概率不大 包括克尔教授 以前可能也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又说要防止解放军 利用民用船只 民用的民航机来偷袭 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所以你的意义何在呢 我们只能说 就是想挑起两岸的这种对立和仇恨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美国的这样一番言论 其实也是希望台湾能够 你自己多扛一会儿 美国能不能援助 能不能保护你 两说着呢 从当下这种情况来讲 真正扮演过民航机 来进行这种侦查也好 进行这种武力炫耀也好 做的最多的恰恰是美国 远的我们就不说了 就在2020年 我们看到了最少以两期以上吧 美国的这个侦查机 半装成那个民航机 然后用的这个民航的相应的呼号 抵近我们中国进行侦查 你自己竟干这个缺德事 所以我们说呀 这叫什么呀 你疑心生暗鬼 你自己啊 想的歪招用得很 你就怀疑别人也都是跟你一样 别人也都会用这种啊 阴谋诡计 这其实啊 恰恰是美国一部分啊 政客的一个典型嘴脸 就是我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做什么都是正确的 而你们不能这么做 你们这么做就是违规的 你们这么做就是错误的 这你们一个典型的强盗逻辑 霸权主义吗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觉得美国这些话也站不住脚 大家也别太当真 遏制台独势力 我觉得以我个人分析 要做到这么几点 那是最好的 第一 务必一击必中 就是一股作气拿下来 也就是马英九当年说的 包括台湾一些学生说的 叫什么 首战即中战 就是我们有十足的准备 我们一举给他打下 绝不给台独势力 台独分子以可能之际 第二 最大可能的保证台湾民众的安全 这也是我们一直的说法 到了最后一步 对吧 国台办发言人已经说了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是我们遏制台独的 很重要的一步 但是怎么能减少台湾民众的损失 这是我们第二需要考虑的 那么第三需要考虑的 怎么减少我军的一个伤亡 这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我们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在实现祖国统一的这场大战当中 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的士兵的安全 基于这三点 我觉得我们什么方法都可以采取 至于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 先是火箭炮的这种远程的导弹 这种轰炸打掉它基础设施 对它进行饱和式攻击 然后再采取比如斩首行动 特战队进入突袭等等 然后大军抢单登陆 我觉得什么方式 那是军方的事情 那是我们在具体作战中间的考虑 我们不去揣测 但是只要有利于遏制台独 只要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 我想什么方式 我们都是可以采取的 所以美国专家说 是采取诺曼底这种登陆的方式 还是采取突袭的方式 我觉得都没有意义 因为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 在大陆民众 这种祖国统一的 空前的认知的一致面前 任何台独分子 台独势力的抵抗 说实话都是无用功 最终招致的只有灭亡 好 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 欢迎您关注我的头条号 张斌张嘴就说 咱们下期再说 网络天下大事 评断国际局势 每天带来最及时的全球资讯 与您一起讨论全球时事 欢迎您的观看和订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月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自1月31日起 中方不再承认 所谓BNO护照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 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赵立坚表示 英方罔顾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4年的事实 不顾中方严正立场 公然违背承诺 执意炮制出台所谓两身定制的 具有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的香港居民 赴英居留和入籍政策 并一再扩大适用范围 试图把大批港人变成二等英国公民 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中英谅解的BNO性质 英国现在所谓的BNO 不再是原来的BNO 此举严重侵犯中国处权 粗暴干涉香港县事务和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强烈愤慨 坚决反对 围绕BNO护照的事与非 香港市民又是如何看待 BNO护照提供的所谓庇护 香港在出发共同发起人 香港经营会社会民生研究会主任高松杰 曾到香港驻港领馆抗议 并当场撕毁了自己的BNO护照 回顾当时撕毁BNO护照的举动 高松杰表示从未后悔过 高松杰认为 为BNO护照持有者提供入籍通道 指示英国政府的政治炒作 香港人若移民去英国只能做二等公民 根据网站资料看到该政策 只是英国吸引全球人才计划的 小的组成部分 在香港持BNO护照的人中 符合英国要求的精英人才也就1% 远远覆盖不到所有人 其次英国人需要资金和廉价劳动力 香港所谓精英人才 去别国当廉价劳动力是否可笑 是想让他们去搬砖 做洗碗 清洁等体力劳动工作 是否很讽刺 第三 英国正值经济低迷时期 该政策一方面可趁机 赚取几亿元的移民费用 另一方面利用香港移民 补充低下劳动力人口 此外 该政策只是让BNO持有者 有机会去申请 而不是自动成为英国居民 持BNO入境英国者 还必须提供财务证明 以证明能在英国生活下去 这就意味着没钱免谈 对于拿BNO护照移民英国的选择 香港《大公报》此前算过一笔账 称想要借BNO入籍英国 需要先备好500万港元 报道还提到 香港移民到英国当地 只能沦为二等公民 加上英国大城市样样贵 民众生活艰难 BNO持有人及其子女抵营后 也不能立刻享受公共医疗等福利 实际上 英国要的并不是300万的香港低端人口 而是要香港的移民投资资金 廉价劳动力 以及极少数的优秀人才 日前宣布为持BNO港人 一次性发放五年签证 其后可转为永久居民 并可申请英国国籍 表面上看似乎英国人很有道义 牺牲自己利益 坚守承诺 但从公布的时间点上看 这不过是一个 看上去很美的童话而已 首先 这不过是英国 吸引全球人才计划的 一个小的组成部分 就在英国首相约翰逊 宣布的同一天 英国政府发布了英国科研白皮书 当中有几个关注点 一是设立唐宁街人才办公室 直属首相管理 以简化全球顶尖科学家 研究人员和企业家 进入英国的流程 目的是确保全世界最大才华 最有潜力和创造力的人才 能够更容易在英国定居 并建立事业 二是推出研发人员和文化战略 例如博士毕业可留英国生活和工作三年 相当于发放三年的PSW签证 取消研究生的学习时间限制 并允许所有学生在英国境内 转换其他签证类型 显而易见 英国的人口政策十分清晰 他们要的是全球顶尖科学家 有创造力才华的人才 而不是低端人口 否则又何须大费周章地 弄一个人才办公室来 直接放开边境 欢迎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不就得了 英国科研白皮书讲得已经很明白了 他们欢迎的是香港高阶的精英 例如大学教授金融精英 300万BNO人口中 这类人才也就1% 其次 英国人需要资金和廉价劳动力 根据英国政策 BNO持有者可在英国居住5年后 转为永久居留 并在一年后申请英国国籍 请注意 该政策只是让BNO有机会去申请 而不是自动成为英国居民 如果英国人真的如此有道义 完全应该自动接纳香港BNO 还搞什么限制呢 更何况这一政策还明确要求 任何之BNO入境英国者 必须提供财务证明 以证明能在英国生活下去 这就意味着没有钱 英国人并不欢迎 英国的物价有多高 全世界出名 要在英国足够生活下去 恐怕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 还有一点 假设十分之一的BNO入境英国 也就是30万人 30万人能否找到工作养活自己 暂且不说 但他们没有找到工作之前 就需要先付出一笔 在英国所必须付出的金钱 投资也好 买房租房也好 生活开支也好 对刺激英国的楼价与租赁市场 肯定会有所贡献 所以BNO持有者 在没有获得居住权之前 就需要缴纳一笔昂贵的买路钱 这还不说日后的哥雷事项 英国赚得盆满钵满 等赚够了 完全可以用不符合资格 而拒绝入籍申请 此外 如果有大量低端人口入境英国 必定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扫地 倒垃圾 收钱 刷盘子等等 即便如此 在如今环境下 想找到也是一个奢望 很多黄司空有一腔激情 但实在不够聪明 被人骗了一次又一次 先是被大台骗 接着被手足骗 再接着是被美国人英国人骗 没有独立思维的人 只能成为被利用的资源 英国人抛出一个 渴望不可及的BNO愿景 看上去是蜜糖 吃下去才支持毒药 拜登对华摊牌 却发现最揪心的一幕 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 打了通越洋电话 就诸多问题进行了电话交谈 在交谈当中 拜登再次就钓鱼岛问题 对日本释放错误信号 而日本新任国务卿上任之后的 第一通越洋电话 也是先打给了日本和韩国 强调美日和美韩关系的重要性 还记得特朗普上任之后 全然不顾日本 韩国的苦苦哀求 耗日本和韩国的羊毛毫不手软 做狗不但不给狗粮 还要狗去交保护费 这也让日韩两国颇为心寒 这和特朗普的独狼战术截然不同的是 拜登选择了拉拢的群狼战术 拜登上任之后 第一时间和英法德三国领导人 协同外交立场 弥合特朗普时期留下的裂痕 说白了就是要采取统一行动 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而今天拜登和日本首相坚 职人通话 就是拉拢日本和韩国的两大盟友 目的何在 想必地球人都一清二楚 至此 拜登的外交战略已经非常清晰了 那就是重新联合其在欧洲 亚洲原来的铁杆盟友 共同采取群狼战术围剿中俄 不得不说 拜登的出手比特朗普有杀伤力多了 但是拜登对中国的算盘打得虽好 不过造化弄人 现如今的世界早已识过境迁了 就在拜登拉拢英法德三国携手对付中国的话音未落 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已经对外声明 他将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 并对中国联手合作战略大表赞同 就是默克尔这位老太太 在离任之前促进了中欧合作谈判的最后一步 在拜登还没有打向围堵中国第一枪的时候 中国已经先到一步和欧盟达成了战略合作 紧随德国之后是法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达了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相同的立场 并称希望和默克尔一起携手访华 在利益面前 美国和欧盟的分裂已经形成 如今在英法德三国当中 愿意跟随美国挑衅中国的只有一个英国了 而英国自身都已经尼菩萨国疆自身难保 并且面临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 此时就是英国想加入美国围堵中国的行列 恐怕也是有心无力了 美国有矿 但是很多国家却没有 尤其是在今年的世界疫情泛滥之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没有几个国家愿意跟着美国和中国 这个世界唯一正增长经济体 作对当炮灰了 不但欧盟国家当中愿意跟随美国围堵中国者 为之寥寥 而在亚洲 美国同样面临着盟友分崩离析的局面 先前美国在亚洲的反华籍先锋 菲律宾新加坡早就已经回头是岸 如今拜登在亚洲能拉拢利用的三个国家 只有日本韩国和印度了 这其中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公开对外表态 韩国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 明确拒绝了美国要求韩国站在反华第一线的要求 经历了萨德之痛的韩国深深明白 跟随美国对抗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对韩国来说 无疑是一场自杀式的灭顶之灾 日本同样如此 在经济上对中国市场极度依赖的日本 在美国表态要何为中国之时 日本的表态一直都是模棱两可 很明显 日本也不愿意第一时间站在中美博弈的最前沿充当炮灰 更何况在中国的努力之下 亚洲最大的自贸区刚刚成立 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也正在紧张进行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日本即使有心跟随美国反华 也显得顾忌重重 可怜的老拜登终于当上美国总统 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开启对华大网的时候 回头一看 却出现了背后无人的揪心一幕 在今天接受访谈时 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 在首次公开谈论中美关系时 也不得不承认 尽管有分歧 但中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 就喜欢看如今老美咬牙切齿 但无可奈何的样子 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 无论谁当美国总统 不重要 实力最重要 谈之一挥尖 世界早已变了人间 还是那句老话 谈大门敞开 打奉陪到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感恩祝福大家 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内战 至今仍未平息 极端组织和美国所支持的叛军武装 时不时发出恐怖袭击 给叙利亚平民和军人带来严重伤亡 据《环球时报》报道 日前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袭击了一支政府军的运输军队 导致至少四名士兵阵亡 俄旭联军随后展开大规模行动 俄军战机在24小时内发动近百次空袭 重创了这支极端组织的武装力量 据俄军公布的消息显示 此次军事行动摧毁了该组织 在沙漠中的一处藏身地 打死了数十名极端分子 有旭政府军官员声称 俄军将继续对极端组织所在地实施打击 政府军则在俄军掩护下 展开地面行动剿灭残余人员 血债血环 见到盟友军队遭受袭击 俄罗斯再次展现了战斗民族的彪悍 用前所未有的猛烈空袭 大有要将这些极端组织斩尽杀绝的架势 俄罗斯对这些极端组织下狠手 是因为在伊斯兰国最近发动的一系列袭击行动中 俄军也深受其害 一名高级将领也在一次袭击中丧生 在一周之前极端分子也曾发动过一次路边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10名续政府军阵亡 当时俄军也展开报复行动 对敌军实施了40余次空袭行动 并予以重创 承认俄军对极端组织往死里打 本身无可厚非 但联系不久前 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动作 可以看出俄军高密集度的空袭行动 不仅仅只是替盟友复仇那么简单了 1月23日 叙利亚媒体披露一则消息 美军当天出动多架直升机 将超过200名士兵运往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塞克省 增强控制该地区叙利亚油田的军事力量 美国虽然已经放弃政权更迭 但其对叙利亚油气资源的掠夺企图 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 极端组织近期针对叙政府军的两次袭击行动 都发生在美国向叙利亚增派军力之后 在不方便与俄叙联军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 利用叙境内极端组织对俄叙联军发动恐怖袭击 已成为了当下美国叙利亚战略的一种必然选择 因此这些袭击应该不是巧合系 极端组织此次针对叙政府军的袭击行动 不排除是美国在背后策划的可能性 而美国支持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 已是一种公开的秘密 事实上 在叙利亚战场上 早有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存在 但在俄罗斯人的眼里 美国所支持的叙利亚民主自由军被界定为极端组织 这些叛军武装虽然被西方冠以民主自由军的称号 但他们针对俄叙联军和平民的血腥袭击 手段并不比伊斯兰国逊色 美国